大家好,歡迎繼續回到VIVA經理模式 這一集經歷了連場的大戰,現在已經是2022年2月22日 好多個2,歐冠淘汰賽馬上就要開始 第一回合是客場對著馬賽 這個回合我們快速無以就可以了 幾天前才踢完,同城打比,一場大戰 消耗是比較大的 這邊的話看到馬迪爾的體能是有一定的問題 我也有想過要不要換他 但第一回合的比賽又真的比較緊要 算了,不換了,即是咬牙關了 所以最後第一回合的比賽,結果 那就OK了 在下場拿3比1,第二回合就很輕鬆 第二回合的話快速無以應該都OK 孫興文有入球 膽怨王有入球 潘盧布蘭迪斯有入球 全場最佳的話是孫興文 所以我就說踢這個右邊風都沒問題 接下來就是第二回合 對著馬賽的比賽 看看賽程表的話 幾天過後我們要在主場對著車仔 這場聯賽我們要踢很緊要 是最後一場我們入場進行比賽的聯賽 所以這場球的話 既然第一回合3比1領先 我是不是需要上這些主力 我覺得未必 我應該會收一些球員 紐豪斯的話我會讓他踢 頂替打臉王的位置 利魂都可以踢 頂替馬迪爾 拉斯莫特都不要踢 古恩夏出來 烏帕美卡路都上 頂一頂沙基利亞的位置 其他基本上就不用再做改變 我相信 雖然做出了一定的改變 但第一回合的優勢足夠明顯 所以第二回合的模擬應該都沒有問題 最後的結果很輕鬆 2比1 馬迪爾 以及盧卡斯希倫迪斯的入球 評分方面 盧卡斯希倫迪斯是全場最佳的 總體來說 16強還是比較輕鬆的 接著我們就馬上開始 最後一場我們要進行的聯賽 主場對著車仔 看到積分榜的話 沒錯 利物浦暫時領先我們1分 其實就我們這兩隊球 是可以爭奪這個冠軍 看這個賽程表 歐冠八強的對手出來了 是巴塞 對著巴塞 對著現在的巴塞 老實說也不用太害怕 但是就收到一些壞消息 上一場踢完對著馬賽的比賽之後 兩位中場大將 和班努爾・普蘭迪斯 以及云迪碧克 下場打不到 這可能會有點影響 這兩位朋友 雲迪碧克是88 巴塞 巴格斯是91%的平分 真是大將 但是也不要管這麼多 這場對著車仔的被賽 我們控制全隊就可以了 因為我 pension 都會很久沒有控制過全隊 可能會精彩一點 那也可以的 踢踢這一場比賽 這個賽季的最後一場聯賽 剛剛開球沒多少車子 這邊有一次進攻的鏡頭 提莫韋娜拿球,就升回來了 給了插上的哥華石 拉出來又給了簡迪 第一時間送的直塞很漂亮 提莫韋娜這個速度都比較快 其實我最後控制這個沙基里亞 補位都差不多到位了 但是都被提莫韋娜搶先一腳 左腳的射門,迪基也沒有睏眼睡 接著大概是10分鐘後第一次進攻的機會 直塞給了拉茲福特 吸回來中間,有些扣扣扣 拿著球給了班羅法蘭迪斯,射門被擋出 接著幾分鐘後依然是車仔進攻 我們這邊防守隊員比較多 但是在車子下依然是車仔控制著遊戲 這邊魂比撒卡 終於是解圍出來了 孫興文拿了球 馬上給了了班羅法蘭迪斯 看到孫興文繼續向前 給孫興文,又看到班羅法蘭迪斯 繼續前插來到禁區 中間的馬迪爾已經全開空了 但是260分鐘 馬迪爾先拔頭籌 又是一次反擊的進攻 我都說過我們反擊的速度是很快 從後場到前場這套進攻的話 雖然不算太過水銀射地 但是都很流暢的 馬迪爾的話呢 我控制全隊 你入球的機會應該會增加的 不發不發他都入了19球 1比0 入了球之後很長一段時間 我們嘗試進攻 但是都無果 反而是來到了上半場的保時階段 車仔這邊一連串很精彩的配合 最後是給了美國隊長普利西亞 上半場結束之前是頒評了比賓 這個球又要贊夏威斯 還記得上次交鋒的時候 夏威斯的全球都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這個球他居然沒有射 最後我控制雲給薩卡 我打算佈過去 就是我打算他會射 最後他居然是完全給了空曬的 這個球真是服氣的 服氣的 是入得挺漂亮的 下半場的比賽就開始了 一出來我們已經有一次進攻的機會了 但是處理得比較之拖沓 來到拉斯福特這邊 這個進攻已經延遲了 不要緊的再組織過 打面王第一時間塞給孫興文 以為有的了 老實說 這些球如果放到現實的話 我相信機拍已經要撿球了 即是孫興文這些位置的把握還是很高 想不到這個球機拍這麼聰明 大概15分鐘過後 這邊是車仔的一次進攻 配合得一般 這邊沙基尼亞撞下了球 迪利斯 飛到雲迪碧克 給中間的班羅布蘭迪斯 看到打面王的手已經在進 即是要給球是不是 沒有問題的 等他前冊 來到禁區 大一步然後右腳的射門 前幾集我經常都說 打面王跟班羅布蘭迪斯之間 心有靈犀 不過多數都是打面王給球給班羅布蘭迪斯 這場球就反過來 看到這個球打面王一早就已經手揚揚給球 自信心是十足的 這個球右腳都OK的 反超比分之後 我就再出換人的調動 馬迪爾和孫興文就換下 換上古恩夏和利雲 這邊我們有一個角球的機會 給到利雲第一時間左腳的射門 這個球就太難了 出來盧卡超人歷斯第一時間 按給拉斯福特 給到布蘭迪斯 又瞄到打面王的走位 又是這個位置 又是右腳 但是這次結果就不一樣了 確實的 如果是弱勢腳的話 你第一時間射門是難一點的 如果給你帶多一腳 帶順的話 那就有些機會 比賽已經來到83分鐘了 車仔這邊當然是想頒兵比分 但是題目位這邊陷入重圍 我們的防守還是不錯的 馬上又有一次反擊的機會 留意拉斯福特的走位很漂亮 班勞布蘭迪斯的比波也都很到位 最後來到禁區是相當冷靜的 待會看慢鏡就知道了 最後殺到禁區的時候 我還故意減速 免得再撞機拍 再看慢鏡 傳球的分量 以及拉斯福特的跑位 是欺負到好處的 最後面對機拍 沒問題的 很冷靜 出一個遠處 帶點內西 沒問題 3比1 鎖定勝局 接著的話 已經進入到保時階段 車仔這邊的後場定位球 被我們解圍出來 既然車仔這邊 來到保時階段 還想進攻 那沒問題的 我這邊都進攻 本勞布蘭迪斯 轉身送一腳直塞 給云迪碧克 來到禁區了 機拍第一下擋出 利魂第一下被人擋出 不要緊的 再補多一腳 第94分鐘 比分變成了4比1 聽上去好像很殘忍 但是跟利物浦的競爭 是很激烈的 最後真的要拼正勝球 我沒有記錯的話 現在利物浦在正勝球方面 是領先我們 所以不怪我了 這場波機拍 真的很拼命 最後也是賦到盡 其實利魂都比較慘 現在英超才第二波 看見最後的題目 還要在中圈開球 一踢出來 裁判已經吹響了 原場的哨星 4比1的比分 都算是完美復仇 最後再看這場波的數據 其實上半場的話 車制是踢得不錯的 我認為 甚至是踢得比我們更好 但下半場的話 車制就一點機會都沒有 整場比賽來的話 控球率是達到六成的 不過其實控球率 就不是我們踢得很不好的指標 本路犯迪斯是9.6分 全場最佳 打臉王也有9.2分 這場波也相當關鍵 好 接著的話 就是大戰的時候 4月6日 對著巴塞 第一回合的比賽 我剛才看這個賽程 4月份 真的難頂了 首先我們已經打平了狼隊 不是一個太好的開局 接著兩回合 對著巴塞 對著利物浦 對著熱賜 對著阿仙奴 阿仙奴那個應該是FA級 4月份的賽程 真是好拿命 好 看看第一回合的比賽是怎樣 正如我之前所說的 班奴迪斯和雲迪碧克 這場波是上不到的 應該 電腦這邊就會上 紐豪斯和麥托米尼 沒錯 嘩 電腦來出來 你要利魂踢前腰這個位置 你不要玩 烈基佩治 對著九東家 不過我還是要上紐豪斯 紐豪斯踢前腰應該是OK的 雖然這邊 他的第一位置是這個中場 但應該都沒問題 就這個這樣的陣容 第一回合 在主場很重要 最後的結果是怎樣 不要太慘 1比1的比分 意味著第二回合 我們要自己來 馬迪爾有入球 巴塞這邊是音樂比利有入球 評分的話 我們這邊最高是馬迪爾 他這邊的話 其實美斯踢得一般 音樂比利是7.3分 有沒有多少射門數據想看看 其實這場球真的比較沉悶 大家都只是射了三腳 接下來馬不停提 就是對著利入球這場關鍵的聯賽 第一回合的比賽我們已經踢過 按照慣例的話 第二回合我們是不踢的 但是這場球真的很關鍵 事關我們的冠軍 我這樣決定 不如這樣 我們模擬這個比賽 先看半場 如果半場我們落後 我們就跳進去 踢下半場的比賽 如果沒有落後 就直接快速模擬 跳過直接看結果 就是這樣 因為這場球真的很關鍵 我也想拿這個聯賽冠軍 看看利入球這邊的手法 基本上還是原裝出廠 紅戰三合還是手法 替堡的話奧巴米安在 暫時應該看不到 確實這個模擬的話 速度會慢一點 來啦 打麵王給到馬迪爾 打麵王給到馬迪爾 9分鐘 不是 8分鐘已經入球了 如果再入球的話 馬上就可以跳過 看看怎樣 這樣 模擬到25分鐘 因為真的比較慢 如果25分鐘 我們還是領先的話 直接跳過就可以了 好 孫英文 出來 打麵王 中間 馬迪爾 轉身 唉 差點 利入球這邊 應該是第一次進攻 利入球好像這場球一般 好 好了 軒達神 20分鐘 準備來到25分鐘 怎樣啊 利物浮 ethanol 波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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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劇余15分鐘來了,跳到結果,哎呀 Bobby第77分鐘的入球 但是全場的話,大家加起來才寫了四腳 好像真的沉悶了一點 平均的話,不是吧 為什麼利物浦這邊全部都7分以上 我們這邊只有5分、6分,好像輸了球一樣 因為1比1,不是吧 好了,事不宜遲,馬上開始第二回合對著巴賽的比賽 最近這段時間,確實是比較累 也看到馬迪爾的體能出現了一定的問題 這場球的話,可以暫時先上這個利魂 魂比薩卡都有點累,但是應該沒問題 包括盧加斯和歷斯都有點累 但是還是要咬牙堅持著 巴賽這邊的手法其實有點奇怪 首先看到中堅方面 八千萬的英格蘭中堅 手法,面對球主 右閘這邊上了比真力 其他的話,我們看到中場還看到米利高域 有一點奇怪的 特別是右閘這個位置,但不要理那麼多 開始這場比賽 好了,來到現場了,再說多一次 這個不是老型球場 VIVA今年是沒有老型球場的版權 熟悉的面孔,八千萬的這位後衛 馬加亞,將會對陣我們 對陣舊主 不知道他可以交出什麼表現 好了,巴賽這邊開球 組織第一次進攻 Dino,米斯,給後面的比真力 幾下傳遞之下 米利高域給到中間的古天奴 古天奴拉了一下之後 直施給到了迪裝 第一下這下大球 不錯喔 開球僅僅是三分鐘不到的時間 迪裝的入球 巴賽在主場領先 這個球確實是有點閃電戰 確實是打到我有點操手不及的 我沒想到古天奴這個球這樣也能塞到過去 嘩,迪裝還弄了巴賽 你不要看巴賽好像有點累積 來到禁區入面 但是他這下是剛剛好 迫過了迪基亞 迪基亞再上迫已經是來不及了 這麼快就已經入球了 巴賽 好了,失球之後 我們當然希望馬上斑平比分 這邊有機會的了 給到Buno,迪斯 但是角度有點窄 迪斯的出擊也是相當及時 幾分鐘過後又是一次進攻的機會 直撕給了利雲左腳的射門 都是過不了迪斯的跟 確實是表現神勇的 但是幾分鐘過後又有機會了 給到拉斯福特 給中路的Buno 迪斯 看到兩個人上來韓他 不急的 再過渡一下 拉斯福特看到迪利斯套上 給到中間的Buno 這個球這個配合是很清晰的 基本上是短短十分鐘之內 我們已經創造了三次 非常之有威脅的機會了 其實前兩次的話 如果不是迪斯的跟 一早就已經入了 這個球的套路也都相當清晰 迪斯的跟 你不要那麼自責 你盡了力的了 這個球距離那麼近 而且Buno 這個左腳也都相當有力量 失球十分鐘之後 斑平被斑 斑平被斑之後 其實我們的進攻 一直都沒有停過 這邊的話又來到前場 孫卿文直塞 給到Buno 左腳的射門 都還是過不了神勇的迪斯的跟 好了 接著的話大概來到 第29分鐘左右的時間 巴塞這邊的進攻 左滴艾巴的比球 被Hernandes摺低 我們馬上從後場 組織一次進攻 給到迪利斯 這邊其實有很大的空檔 推上前場給到 Buno 第一下給不到 利雲沒有問題 給打面王 第一時間右腳 押給利雲 不作調整 在禁區內 直接爆射 暫時踢了30分鐘 頂替馬迪爾出戰的 利雲這場球的狀態還是不錯 看回慢鏡 其實這下我就一直在找利雲 但是Buno 找不到角度 送直施給他 傳給打面王之後 第一時間用右腳 加力地傳給利雲 那就有空檔了 當然他最後這下射門 力量很足 而且是擔住對方的後衛 比分變成了2比1 如果巴塞還想進級的話 剩下的時間 他們必須要豁出去 必須要大打進攻的技巧 但是我們的反擊偏偏 就是特別拿手的 這邊給到拉斯福特 已經是空了 單刀給到中間的利雲 可惜這腳射門被擋出 孫英文拿到球 給到拉斯福特 可惜是越位的 接著的話 迪斯汀根就開出定位球 一開出來馬上又被我們截 嘩這個後衲多漂亮 又是一個單刀的機會 給到利雲又是左腳 如果不是迪斯汀根 上半場真的巴塞輸3球 輸4球很正常 接著的話 下半場的比賽就開始了 看看巴塞這邊 第一次進攻 不在利高域 在前場帶球 找不到同伴接應 給到美斯 來來會會 之間要傳遞 接著給到利高域 第一時間給到音樂 直接給到古天爐 還扭啊 所以我就說 今年其實AI 這個所謂的競爭模式 特別難扭 來到禁區 你還不射 你扭什麼 OK你不射 沒問題 馬上我們又有反擊的機會 嘩我們的反擊 真的踢到什麼程度 路火純青 馬上雲比薩卡 已經來到禁區 我一直看著孫興文 你不射 有機會你不射 還在插花 我們反擊一打一個準 沒問題的 再看慢鏡 賽前的時候 我都說 雲比薩卡 是有點累的 不過我對他 是很有信心的 只要有前插 助攻的機會 他還會不留餘力 向前助攻 這篇畫 給到孫興文 很簡單 3比1 已經是63分鐘左右的時間 我看到3比1的比分比較穩 換掉了 布魯帆迪斯 以及雲比薩卡 因為他們比較累 想不到踢步一出來 巴賽馬上就打出了一次精彩的配合 真是挺精彩的 馬上又追回一個波 米利高域的入球 看慢鏡 迪裝給到米利高域 給到音樂比利 哇 音樂比利 No Note Pass 弄了一個喉嘗 這個球 真的好漂亮 絕對是這個入球的精髓 當然最後那個腳都射得很有力量 追回一隻之後 巴賽在這邊 信心大增 剩下的時間看樣子 就要繼續猛攻 這邊我的防守出現了一些問題 切換球員方面有點亂 古天奴的射球是中柱的 我都說過了 你不進的話 反過來馬上 我們就是一次扮擊的機會了 嘩 孫興文 大哥 75分鐘 你還跑到整隻清遠走地雞這麼快 給到中間 我給尼魂的 電腦你搞什麼 我給尼魂的 好了 一會晚上的話 比賽已經來到80分鐘了 其實下半場是很多機會的 看看這邊巴賽的進攻 給到美斯他今天的表現 就真的一般 嘩 馬加雅都前插了 一聲麻煩送了個球 給雲迪碧克 然後直塞 嘩 拉舒福特已經是面朝大海了 最後one on one 面對敵史的跟 但到相當輕鬆 這個球的話 真的要多謝一下我們的舊將 舊隊長 八千萬的大將 馬加雅最後送上一個致命的助攻 嘻 這個球真的搞笑 無緣無故他走到前場 做什麼呢 無緣無故把球送給雲迪碧克 拉舒福特的話 其實踢到現在都已經比較累了 我都說過了 因為這個月比較多大戰 但最後的處理是很冷靜的 沒有腳遠 好幾分鐘之後 我們又看到馬加雅組織進攻 當然這次失誤的話 就不是他的 提寶出來的柳豪斯 好氣好力 撤下了這個球 跟著這一腳直塞 相當通透的 找到了同樣提寶出來的古恩俠 最後再給中間的利雲 給分 變成了5比2 相當精彩的一場反擊戰 再看一次慢鏡 其實這腳直塞 我不是想給古恩俠 我想給利雲 結果都沒問題 只給古恩俠 再加多一腳 顯得戰術更加清晰 利雲這場球應該是梅開二度 他真的踢得不錯 最後才半吹響了這個 原場哨星 相當精彩的一場比賽 5比2的比分 總比分是6比3 八強淘汰了巴塞 說真的 迪斯里根 不用太沮喪 你真的踢得很好 最後再看這場比賽數據 我們的十一腳射門 全部都是中籠 老實說 如果不是迪斯里根 今天就叫做表現神勇 又是一個八比2 真的不是開玩笑 巴塞的話 其實上半場都OK 但是我們的反擊實在太過靈禮 應該說他們的防守 太過不堪一擊了 這場比賽是利雲是10分 馬迪爾剛剛有點累 上了利雲 想不到的話 這個效果更加好 拉蘇福特有9.4分 全隊都打得很好 進級四強 上年的話 我們就是止步四強 不知道今年的話 有沒有機會再進一步 當然這些東西的話 你留下一集再交代 今集的話也是相當精彩 喜歡的朋友 希望多點贊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拜拜